强壮的银背大猩猩 丁丁为何只有四厘米长 本集咱们就来聊聊 除了两种黑猩猩外 和人类最接近的动物 银背大猩猩 大猩猩作为人科动物里最壮的物种 它们站起来身高能达到两米 两臂生亥接近三米 体重更是高到五百斤 然而这里面最强壮的雄猩 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背部长的白毛 一直延伸到臀部 也就是我们的主角银背大猩猩 这哥们可不简单 它们霸气侧楼 那一身生来就有的完美肌肉 配上砂锅一样大的拳头 一拳能够轻松击碎港口玻璃 简直就是健美爱好者的标杆 作为最大的类人员 它们主要生活在非洲大陆 东西两侧的热带鱼林里 除了在体型上 完全碾黑猩猩等其他猩猩 银背大猩猩双手非常灵活 能够熟练使用木块和石头 作为工人的林长类中 战力最强者 它们的力量是普通人类的20倍 十厘米搓的树枝能够轻而易举的折断 很多动物的头盖骨一圈就能击碎 果然呢 这砂锅一样大的圈子就是不一般 因为强健的体型 它们在雨林里几乎没有天敌 而且它们很愿意向大家展示自己的剑术 从不吝嗦 时不时就会用击打自己胸脯的方式 来展示自己剑术的体型和强大的力量 然而与它们强壮体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 作为人类中最具雄风的代表 丁丁却非常寒酸 最长只有不到四厘 差不多只有两截小指头那么长 即使再庞大 看起来也就像一枚粗短的小蘑菇 要知道体型上不如它们的黑猩猩 怎么有七厘米 而人类的则在八到十四厘米 而且明显粗壮得多 这不仅令人好奇 银背大猩猩这边操作 究竟是为什么 一身爆炸是肌肉的银背大猩猩 丁丁却只有四厘米长 它们能轻松提起八百斤重物 为何却在繁衍后呆上这么不伤心 那么作为壮汉的银背大猩猩 日子真的不好过吗 众所周知啊 一个器官发达与否 与它用处有多大有关 就和大象的长鼻子一样 为了维持自己的打体型 大象需要吃很多东西 但是它们又不能什么都吃 需要将有营养的食物分件出来 然而大象的四肢 直上自己的打体型就已经十分费力了 很难再进行其他的工作 于是大象计划出了灵活的鼻子 用来代替手的工作 所以大象也就有了最厉害的鼻子 同样的道理 丁丁作为动物身上的一个器官 是否发达 也和有多大拥有关 很显然 对于这个器官而言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繁衍后代 目前研究人员发现 最早的丁丁出现在四亿年前的泥盆剂 一种名为小只鱼的鱼身上 雄性会将腹体插到雌性体内注射小壳的 当然了 这也可能是它们灭绝的原因 不然现在打过这个鱼类 也不会采用体外受精的方式 繁衍方式的不同 也限制了那些体外受精 在动物们在登陆后 很难适应陆地环境 于是那些体内受精 成了陆地动物主流的繁衍方式 如此就需要一种器官 将遗传物稳妥的送到雌性体内 丁丁的作用 这才变得重要起来 理论上来讲 一般一根丁丁也就足够了 但有趣的是 有的动物丁丁上有多个头 比如真烟 有四个头 蛙子的丁丁 尝到可以开铺的酒瓶 当然了 这个器官也不是一定要有的 比如激荡一些鸟类就没有 它们的繁衍方式还很原始 雌性的蟹只枪对在一起 将小狗狗喷到对方体内 你看 没有丁丁 即也能很好的繁衍后带 所以丁丁也并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丁丁到底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让恐无有力的银背形象看不上 抛弃了对它们的惊话 别看银背大猩猩党的 熊摇虎背面似李逵 可轻松提起八百斤重物 丁丁却是世界最短 只有不到私利 然而人家可不认为 这是自己的短处 它们对鸭子的那种 螺旋形作案工具可十分必须 是真喊的就靠实力光明正大的 应取异性的芳心 不要靠一些外面鞋道 研究人员发现 自然借动物身上五花八门的丁丁 存在的理由之一 很可能是为了强迫雌性 如此看来 哪怕强悍如雄狮丁丁上带刺 竟然是不自禁的表现 而在大猩猩身上却完全相反 雄猩大猩猩虽然身体强壮 体重是雌猩的三倍 但却是一种温和的食草动物 一只长年雄猩大猩猩 与树枝雌猩大猩猩组成一个大家庭 除了因边界问题 与邻居的雄猩发生打斗之外 它们很少因为交配问题发生矛盾 换句话说 家里唯一的雄猩大猩猩垄断了交配群 自然也就不需要强迫与竞争了 所以丁丁对它们来说 最大的作用就是聚个交 当然在猩猩当中 也并不是都像银背猩猩这样 人科动物种 丁丁第二打的黑猩猩就完全不同 它们的丁丁进化的比较伟岸 因为不能垄断交配群 到了管制界 雌猩会与多只雄猩交配 那些气大体验好的 能够延长时间的 甚至有些其他动物 比如雄狮 还能将其他雄猩的小磕斗 给刮出来的 总之 雄猩怎么提高受影几率 就怎么来 毕竟配偶不能固定 只能光撒网 如此也就造成 强迫与暴力生效 过程变得痛苦 由此可见 一个器官发达与否 除了用处大不大 竞争激烈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却不是雄猩强大的标志 最后呢 人类作为人科动物中 尺寸最大的 不仅让人好奇 几十万年前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总的来说 与自然界的动物相比 还是我们人类的衣服一起找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